很多粉丝都很关低 我们上次幅画出的小乌龟的情况 给你们看一下 这五只小乌龟特别的活跃 就是小乌龟太小了 还有点怕人经常出现压在一起的情况 我感觉他们这样比较用紧 所以我觉得亲人为这五只小乌龟 做一个隔壁屋 让他们不再这么用紧 拿出我的三地感应紧 先做一个前墙 刚开始还有点不太熟练 不过整体看还行 做后墙的时候又顺畅多了 侧抢做两个 给他们领个招呼 现在所有的配件都做完了 把他们组装一下 现在我们的房子已经打印好了 看着很迷语 蛮好看的耶 哪只小乌龟试一下 你去哪呀 又掉头了 进了进了 直接再放进几个 再给我们的一样 这个房子好看是好看 但是只能住下一只小乌龟 我先进带一个打烟大的 整个住得下五只小乌龟 这个玩的大小蛮合适 进入它吧 这个下面一个蓝色的 开始脱模 哎呀好紧啊 到边上给它松动一下 再摆个彩虹装饰一下 这样我们到彩虹屋就完成了 这两个小房子别看不大 用了个五个小时 大家给它点个小薰薰 继续一下吧 搭配起来有一种海边擦擦的感觉 现在五只小五位已就位 看看他们选哪个啊 全朝一个方向了 完美地开 哎呀这个已经进来了 这两只什么时候进来的呀 它又跑走了 它放门口了还是跑 好倔强 这只一直纹丝不动 现在全进去了 上面的彩虹还可以当提手 还方便 我最喜欢这个彩虹 你们最喜欢哪一个呢 还有就是我的五只小五位还没有起名字 你们可以给它起个名字哦 看今天是你在这里啦 拜拜